- 開始我們的訪談 好,那西開始呢先跟大家再簡介一下 因為今天也有一些新上線的朋友們 那相信也有很多的邱家人在線上幫我們收看我們的直播 那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台江客廳 是由台江國家公園主辦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台江客廳 讓在台江地區、安南區、七谷區的這些社區、居民等等 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的一個場地 然後呢透過這樣的形式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那不過因為之前在疫情的關係沒有辦法有一個實際交流的活動 那我們就把台江客廳改為用線上訪談的方式進行 那這一次呢雖然已經降級已經就是疫情等級降為二級了 不過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敲定就是我們的七月的台江客廳要在獨家舉辦 所以我們還是這次是以直播的方式呈現 好,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正題 我們今天的台江客廳主題叫做全台最大的擔心聚落 那我們首先來就是跟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獨家歷史探索者邱聖元 你好 對,好邱聖元叔叔 那你可以幫我拿個麥克風 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好,歡迎邱叔叔 好,那我們再歡迎第二位就是我們熟悉的面孔創輝 就大家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台江客廳的訪談 那大家相信剛才帶過了獨家文物館的這樣的聚落之後一定有很多的疑問 咦,為什麼獨家有這麼多好特別的環境跟好特別的形式 就是,就是姓邱的人,然後就是單性的這個聚落 然後這麼大一個,然後就全台最大聚集在這個地方 對,那所以呢,我就想一開始呢,我想要先為各位來解一個謎 因為很多人覺得想到七谷的獨家好像有一個神秘的面紗的感覺 好,那我為大家來掀開這個神秘面紗 來問問大家最好奇的獨家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聽說外性人是很難到獨家居住的,這是真的嗎?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獨家是因為,我說比較簡單的 就是一堆老婆生一種人 所有都是自己的人 外面的人要說,他在這裡生化的時候 這裡的土地,他有去拿開墾鎮來的 開始在這裡生化 生化他開墾之後 他說百人要進來這裡生化 當然,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理由來說 大家都是自己的人 大家都是,不是叫職員就叫孤兒,或是叫職員之外 他在這裡做工作的中間裡面 譬如說大家那時候是要做燒飯 工作我就不去叫別人來做 我不能請別人來做 因為我都不用請客人 大家團結都是自己的一家 在外面的人來這麼大 你第一點,他沒有經濟來,他就沒有人生化 第二點,如果說土地什麼都自己的人都在這裡 這我有過大陸 新安村,我們的做事在廈門新安村 這個地方來 他來的時候 我們回去探討 要去追溯到他們 原來在那裡的 不過我發覺到說 他的習性和習慣和宗教 包括他有炎氣 以前他們在那裡 新安村的土地 他們也是這樣管理 就是沒有給別人 沒有別人在那裡 也沒有別人在那裡想我 所以說我們大座 可能如果他在市場 之後 第一台 第二台 也是這樣第三台 他就是大家都是 對 你再團著一代 然後這樣子非常團結合作的精神 就是留在這邊 這個土地裡面就是 來到每天 這個土地就是 個人都沒有所有權狀 等一下 這個接下來 不好意思打岔一下叔叔 這個就是講到我要說的 我要說的 賭家的第二個傳言了 有一件在賭家 也非常特別的事情 除了擔心之外 就是賭家的土地 聽說都不是 我們居住的這個人的所有權 那不曉得 叔叔剛剛 就是想要繼續接續的講 那請問賭家的土地 又是屬於誰的呢 是因為我大座下來之後 以前是都 以前的土地 就是有天氣很多人 都繼承下來 我們這個土地 一直都沒有賭 就是不賣給外星人 都是留在這裡 讓自己的人在賭 這個秋千公 現成公的 怕你是誰 在賭 土地在使用 他就沒有賭 我剛才 原始剛才的問題 就是說 外面的人 白生的人 他來到這裡 第一點 他一定沒有轉換 首先他沒有地方住 所以他很難住下來 對 大家都說 他說 有一個謠傳說 到這裡 他不會生我一 不過 我又要跟他說 以前 在 有 地極帶給一個秋湖 琥珀 這個人 他是在做我們 齊股爭的陣營 他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類似觀 有一個人 但是他如果是我們社區 是尾山九那邊的人 來到這裡 在這裡 像他 是 看這個 就是好像 有我們社區 帶有個職位 對 帶有職位的社區來這裡生我 結果他也是在這裡 他在這裡 他要輔助嗎 他是做政長 政長的就是 他有一個社區 或是這個 這個 他就來這裡生我 那生我之後 他也是 他也是在這裡 他也是在這裡 傳統接待的人 這裡 這裡 他還歸裂 在我們裡面 雜報裡面 我們也有歸裂 那個叫做 書房 書房 也是書房 不然他那時候 他也是職位 我 要向你們強調 不是 大家 生活不會 不是這樣 應該是要說 第一點 他的經濟來源 請工什麼東西 大家都想辦法 做工都想辦法 再來就是 他說 他一定就沒辦法在這裡 對 這樣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在這裡 大就是有問題 因為土台就沒有買 第二點就是 你經濟 你生我總是要有一個經濟來源 對 他叫這兩人 嚴重 也要賺錢 都沒有 所以變成說 人家要生活可能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也算是 破除大家對於 獨家的一個刻板印象 因為以前 如果在外面講到獨家 會有人 會用一句 諺語 俗諺在講說 我記得這個 創惠有跟我講過 對 我聽人家說 大家 大家就是 人家說 大家 都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那還好 叔叔幫我們 就是解釋了 其實就是因為 經濟的來源 然後跟獨家 邱家人非常的團結 對 然後所以要包含 又土地 喔土地 你如果沒有土地所有權 那你也很難住在獨家 那我記得我們在看 就是 我們桌上有一本 獨家聚落字 在做這個訪談前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功課 那我發現說 除了剛剛 土地的這個之外 是不是說 獨家人 如果在 那個就是 不能再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先生過世 然後就是 通常會就是 不會再 再 再改嫁 這樣子 也會讓那個獨家的囚信 就是比較容易維持 對不對 第一點 我先說這個分音 就是那個 獨家人 一個人 就沒有帶一個人 就是帶一個人 就是帶一個人 有 他社區 社區 有兩個社區 帶社區 不是 同性爪 同性爪 但是 我們 曾來 獨家 獨家的單身肌肉 當然是 都是 他人 不是叫他 不是叫孤娃 就是 大家都是親戚關係 不是親戚而已 大家都是 都是 都是有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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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關係關係 你就沒有計算 所以說計算 就一定要在外面帶進來 在外面帶進來 嫁也要嫁外面 也沒有嫁自己的人 所以說 有一個 這個公開也是 有一個 我自己的 比較好的社員 就是說 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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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是 男生獲釋了 他 如果嚴格 要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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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個 秋姓就可以繼續在這邊 是同性聚落 同性聚落 那就是 凝聚力 然後跟大家非常遵守一些原則 所以說 就是 因為他很少 也是很少 所以說 大家裡面 就沒有白色 這個真的獨家 單性聚落這件事情 真的好特別 對 那不曉得 就是 身為住在單性聚落的人 有沒有覺得 想問問創輝 有沒有覺得 從小生活在單性聚落 因為你平常住在就是 賭家應該沒感覺 對 但是有聽說你們 就是賭家國小的 所有的 就是同學 都是 有血緣關係 然後 有可能會跟 叔叔或者是叔公 同一輩 是真的嗎 是啊 其實也不用說到 國小 就是其實 光是我們自己的 我阿公的兄弟姊妹 你看 我阿公的兄弟姊妹 就高的 最大跟最小的 可能落差 整整一輩 光是自己的家族裡面 都可以稱呼到 然後 都可以 就是可能 工會 工會 工會已經 都得到一輩子了 基本事情在我們 現在已經發生了 所以不用講到說 賭家國小裡面 幾乎 大家同學都在生育 甚至有時候 同學 有時候可能是外地來 或者是老師的兒女 可能不是姓邱 但是就是那麼一兩個 班上 班上可能十幾個都 秋秋秋秋秋秋 就 一個或兩個不是 那一兩個 其實就會顯得特別奇怪 奇怪的大家都姓邱 為什麼你不是姓邱 就反而會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是同學 但是他是不同輩分 你還會叫他叔叔或是師公嗎 早期我不知道 我們姓邱這年代不知道 不過我在這年代 好像其實 我們對這輩分的觀念 好像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樣嚴謹 我也是他同輩這樣看待 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姓邱 他特製去年代 被分喔 如果被分是特製的時候 是沒有跟妨礙的政策 在學校是沒有啦 如果私底下回家的時候 你如果都比較有勒 有 人在說他如果比較有勒 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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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比較有勒 人家說比較大勒 人家說比較有勒 人大勒 就是說他回家 他就會去說 會去叫 那如果是在學校是不會啦 不是說 大家都是同學之辰啦 對對對 剛才我說 原始以前 剛才他說 他說 創會的爸爸 就是 創會的爸爸 跟 他 要說我叫阿姑的 兩個是童年子 就是說 大家在生 媳婦也在生 喔 做未來的 做未來的 做未來 這樣是不是 就變成說 兩個人做未出席 插一個月出席 他就要叫阿姑 做未爸爸 就要叫他那個人 做未出席 阿嬤生 就是要叫阿姑 就插一步 這樣 所以說 這被分的問題 你如果是單身肌肉 是一定有的 就大股 大 最大的 就娶媽生 媽媽也要生 這樣 就是有這個問題 是這樣 而且有的 你知道說 大房 或三房 或五房 有的人都超前部署的 還生了就不快 那些都跟 11 12 對啊 對啊 像我們也跟 我們跟第九而已 我們才不是跟第九第十而已 欸 那 但是 創會啦 創會創會生 應該是就第十 所以 他目前才一家天的只創會 還要大房 等等 所以就等於 現在四房跟大房 就差了三四 這樣 九四跟十二十 真的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 滿特別 大股會有的經驗 所以說 因為做做粘埔 粘埔你就可以去 進去賠分 如果做粘埔你就不知道 咦 我也不知道 我有點好奇 通常像創會 你大概到幾歲的時候 你的爸爸會帶著你來認輩份 或者是說 祖父你在哪裡 其實這也沒有特別認 因為你之前出席 你就已經在這個環境之下 所以就是 你 其實你也不特別說去離開 特別去餓 反正你之前出席的人說 啊 你就死亡的 你就是怎樣怎樣 自然耳濡目染之下 其實你會說 啊 這就是死以為常 你也不用特別說 啊 我就是倒了 倒了 倒了 因為你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 我請教一下 譬如說 因為我們這裡 我剛才說有在堂 混大小 混大小就是這樣 會混去叫 那一般我們這裡有人在說 媽媽要帶兒子 是說媽媽要叫這個孩子 叫母母人是阿伯 就說 媽媽就是 他的兒子是同伯 譬如說 創威 創威是不是 他爸爸是 這樣創他爸爸是不是台北台 他媽媽也算在台北台 也是算在台北台 對爸爸叫對不對 但是 他媽媽不是 他媽媽就要對創威叫 畢體到台北 因為他要一杯來教孩子 怎麼叫 這就是分大聲 教小孩子 教小孩子 所以他是跟著小孩子一起教他 這樣他就可以當心 所以說 他從小的時候 媽媽就教你 這個就是要叫阿伯叫阿姊 也有人叫阿祖叫這公 所以辯分 就問得很清楚 真的是很有趣 不用特別去去問 就創威說 不過 我們這個環境之下 很少人媽媽就說 這個就是這個工作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你就是都對著這樣叫 自然而然的 沒錯沒錯 那不曉得 創威從 賭家就是 就是 去外面唸書之後 有沒有發現一些 比較特別有趣的是說 你就是來以前 再擔心去說 不會發生的一些 特別的事情 其實我 以前 以前可能在這裡大習慣 也不覺得說 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吹到外面的時候 尤其是你在那些土地裡 可能現在都市的發展 已經沒有 沒有在分那個 沒有那個界線出來了 沒有說 這整個頭是多的 所以說大家可能 你如果說 你單性聚落 大家第一個 嗯? 有什麼聚落 有單性聚落 因為 你沒辦法去劃分這個區域 可是你會說 因為 還要再開個Google地圖 說 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 剛好旁邊都漁溫 所以有一個 很明顯的可能一個 地理的界線 就是說 我們就是一個單性聚落 不然有人 沒辦法理解 我們看那個聚落 所以我看現在聚落 我們聚落 我們聚落 這個我突然能夠理解 因為我想起來 我們一開始 認識創輝的時候 他就會從 欸 獨家從幾 幾年開始 就是發展 就是你會一開始講 1764年 就是創輝認識人的時候 如果一開始要介紹 獨家的單性聚落 就會從 就是 那個 單性聚落 然後跟怎麼樣的開始發展 嚴格怎麼過來 好 那就帶到了下一題 就是 嗯 我們在講說 獨家其實這麼久 然後有很特別的 這樣子的單性聚落 的一個聚集 那不曉得 這個嚴格啊 跟這個開墾的故事 是怎麼樣的 那因為我們知道 在台江客廳 我們比較強調的是 這個台江內海 以前慢慢的 受到就是 地理環境的影響 然後慢慢的 台江內海去 浮路啊 然後那些人都陸地跑出來 然後大家鮮明去來開墾 那方不方便 請叔叔幫我們 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獨家的這個 開墾的歷史是怎麼樣 欸 綽哥達到說 他是1764年 1764年 那個秋千宮 就是我們的天生宮 秋千城 他是在台北 他跟他娘家 他有一個 他跟他娘家做回來 做回來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到讀家家 他是去過 台南延的那邊 沿行那邊有一個 舊阿姨 舊阿姨 是一附紀內三 whether 在那裏 有康德正常到 ужас 什麼 如果他在中國 一些籏 一定要想出一個地方 我當作ami 生意 阿姨所歹 後來他 他在中國的時候 他說實在 他們 我我發覺到底 那個 學位新安村 他們家的前面就是海了,我過他們的地理環境位,他自己的家,頭前就是海了 他說漲草的水有可能再漲到他們的門外 那像這樣,他有可能就是節尊來到這裡,那如果是節尊來到這裡 我在那邊猜想,我聽他講的,因為他現在會稱為馬鑾灣 馬鑾灣是一個類似內海的內海,我們的曹菅大家,他們很有可能,他們放在那邊,本身對這個東西 就已經對... 對,對,對,可以討害,還是去抓那個,他們很大行 所以說他來到河河河的時候,後續的,我是聽政府的人說 他在那裡是一直在做這個,抓這個內海的東西 啊,延續那邊嘛,那就是他抓,如果是發覺到說,他抓到這裡,很有東西,東西很好 東西很好 東西特別豐富啦 他很厲害,他很厲害 我們才有一個叫做,紅蝦港 紅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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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那個地理環境位資料現在開始,來開始說 欸,我要先跟他說,他在一塊月後,他每天往返,往復,還回去到一塊月太遠 因為有東西,回去買,去買,去買 一來他要,就是,托牌 回來到一塊月,還會太遠 不過他發覺到這裡還有一塊剛才有土地在這裡 可能開始有地點浮現啦 對,浮現啦 所以說,他就來這裡,他就來定基說,我就要往返這裡的地方 我知道,他來到這裡,他來到這裡,他去到那時候應該 聽說老婆,老婆說的,他有倒回去新青開墾鎮 喔,有經過申請可以開墾鎮 對,開墾鎮 他就回去我們的那個,青草 青草 人家那時候,以前人家都叫青蝦啦 青蝦啦,青蝦,青蝦,青蝦有新青開墾鎮 但是新青開墾鎮,我才有去找資料過 應該是要說在台灣的冰壁道 喔,在台灣這裡就有一個辦事處 辦事處叫冰壁道,申請這個東西 應該我沒辦法查過,應該有這個東西 但是,他說到那裡去請訂跟申請 應該是要說,他去把冰壁道在台灣這裡有申請這個所在 冰壁道這個所在申請 但這輸入,他們在走是要走到那裡去請領嘛 到那裡去帶領 因為我有問過,比較多歲 創作要叫阿祖的那個 就是我叫傑公的 他可能對這個人比較早 他現在是九十幾歲了 他可能比較了解 他在說,那時候是有新青蝦有開墾症 有受到許可才能開墾症 官方認證的啦 有這個東西 所以當初開墾的範圍就是現在賭家聚落看到的這個聚落的聚集的這塊 更大 更大 我記得我們基礎聽說是五百多架 聽說啦 聽說啦 那些提供是五百多架 對 因為還有一個傳說啦 阿 我有聽他在來的說 不知道有應該有這件事 我是不知道 他說他來的先 他帶來的錢 還有錢的錢 他全國要用去插 去插 這有聽 我有聽這個說話 有聽這個說話 所以當初就是纖維起來 就說這一塊就是我們所佔理的 滿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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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他的邊界先調查 他講是那個蠻荒之地 蠻荒之地他就想要把他交給他的方法 因為 剛才以前我 對這個我以前有聽一個第六世的 他在說 他在說 獨家的行政區域已經達到到咖哩庭 那裡 到咖哩這麼遠 對 到咖哩大樓尾的邊界 因為 因為他 郭英俠哥來 後面稱為大廢公 他來這裡的時候 他沒多久 他就過去 他也是 他的厚生埋葬的所在 就是在大樓尾 就是在鐵基路的邊界 應該是他在 他偶爾不能租max兵 別人 你看他會去仲里 他去仲里 他就是台北他的行政區域 就是一直告訴他 然後土地圍了飪到那裡去了 再來就是說 我們長胞 他的ец abb 也是去仲里 沒辦法 就是 第三個 Khannon 我記得我們在讀賭家聚落誌的時候,有講到說,以前在開墾,那時候的大奏就對於賭家的土地規劃很有概念 對,非常有概念,他這個概念我回到新安村,他回到他的主席,發覺到說,我們親的實施,大家的土地,就是個人沒有所謂的權狀 但是土地是大家共享,這個是新安村,他們台東那邊,現在也是這樣做,也是這樣做 他們還有一些東西,他們會照顧到,新安村裡面的小孩,教育夠用 找地方請老叔來教授 那屬於賭家也是這樣嗎? 賭家,你就可以說賭家國小,那時候有一個叫邱崎生意做疑惑的時候 他就是,他帶這些小孩都起到後面突出 但是他就去家鄭,大家 大家要去賭家國小的時候,他就是關門 這塊土地,賭家國小的小弟,就是賭家的人,關閃了 關閃了 現在還是,賭家國小的土地也是算賭家村的 我們剛才再說,賭家這塊土地,他的管理人,以前就有 以前的土地行政規劃,比較沒那麼嚴重 但是到後面,他就在土地清查的時候 他內政部,他有覺得說 他需要說我們土地要給他規劃,因為大家都沒有繼承 古早人的名字都叫做古早人的,以前是先人的名字,但是他就都規劃了 到這個邱蓮檔就是,這個叫做那個,我叫這個 他說這個,他當時他在做傳統的時候,他做賭家文憲店的主任委員 他覺得說,有發覺到說這個問題,他有去做這樣的工作 就是說,跟以前土地沒有貴桌回來 以前的人已經貴桌了,他都過去跟他 想到待會兒,當時有的,那順順的時候 他剛好遇到的是,內政部有一個叫做賴建博,有一個 禮賓師的中那個,邱宗凱,邱宗凱,邱宗凱的禮賓師 他有跟他講說,土地應該是要把他規劃,把他定規作一個名字 所以說,他都要用一個名字,叫做獨家文憲店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所以說這些土地都定規在 獨家文憲店管理委員會名下,這個土地這樣 但是,為什麼要用到這個文憲店呢? 因為,那順,那順應該是要說我們有一個祖處 我們的祖處就是農田池塘 應該是要用到這個農田池塘管理委員會 但是那順,農田池塘的管理委員會 沒有,不是,應該是說沒有成立 但是,農田池塘管理人,就是獨家文憲店的管理委員會在管理 所以說,這樣基於就是法人了嘛 獨家文憲店管理委員會就是這個法人 所以說,把獨家所有的土地登記為,管理委員會 所以等於,我們又回到剛剛一開始在講到說,獨家土地很特別都是 沒有,大家沒有持有土地,然後就是獨家文憲店管理委員會 是這個主要的,大家記得這個,那個,剛剛記得這個,關鍵字喔 因為待會,等一下最後面的問答,就會有一些小禮物,就會跟這些有關係 好,我們那個王PD說,他的話 就是翁組長問說,工地是標給秋信仁經營嗎? 就是你們這些土地,他們是怎麼樣決定給誰用 是用標的嗎?那如果說標不出去的話,那個土地怎麼辦 這個問題,我稍微告訴大家 因為我有把土地,這個現有的土地獨家 基礎的,很大的,大大的就是說,我們這個單身基礎所 有人在大的地方,這裡的土地的面積大概有28隻 28隻 啊,有季氏工業的土地,就是油溫的用地 大概是10幾個,10幾個那個我們就是穿這個北四義的地方 北四義這個地方,這塊油是油 有,他好像是每四年,招標給人去 給人說,有人做這塊我們去經營,就是北四義一塊 他好像每四年的招標 啊,應該這裡的我們,應該我們這裡 獨家村,在做我們,這裡的我們應該是很好經營 很麻煩,沒有人會來招標 是很搶手的意思嗎? 對,很搶手 啊,獨家在大的地方,這裡有18隻 這就是 這就是 生生世世就是,嚇嚇死世在大的使用 這裡就沒有招標也沒有 就是 生生世世就是,這裡的嚇死大的地方 這裡有18隻,就是 居留這裡 他剛剛有提到兩個名字,什麼 邱友毅、邱友麗 這是什麼 這是我在獨家聚若智,有看到說 邱友毅跟邱友合力 是那個當時獨家成立 有點像是公司的這個名義的那個名稱 以前喔,這個區域的這個東西 我有深處去幫他做的 因為他要 他要 祭司公約,他要有一個派下人 這個我有去公所 七股的七公所 這裡 他們那裡的小姐 有幫他做一個很明確的說明 就說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人 但是有去 區域 有這個 他有這個名 以前 秘匯賠賠賠的時候 公司 我們稱為大公司 這我不要說過 我們的管理委員會 我們所有人稱它為公司 公司 這大公司 所以說公司的 魚群就是 就是北施魚 這裡的魚羽 賠賠 一定要拿去魚群賠 那去魚群賠 一定要登記一個人名 但是 不知道要登記什麼人的名字 所以都用這個 這個就是變化人 像是公司名 公司名 但是沒有實際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人 但是是名這個名 去那裡賠賠 就報個人命 他就說這就是這個 啊必須是沒有這個人 其實這個 也可以說 我們這個公司的 很化人 因為他沒有這個人 還是我有這個名字 給你的 對不對 就是 烈士魚 剛才我們在管理委員會 管理大家這裡的土地 那現在已經沒有在用這個制度了 沒有了 沒有了 這一早就沒有了 很早很早就沒有了 但是喔 他這裡 我這裡還要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大家有分爭 以前有說過 有分爭過 分爭 分爭應該就是說 有 就是 大家說的 分爭 有分爭 有分爭到大家 有分爭 有分爭 有這個 有這個說法 就是說有分過 但是 因為 五家村是一個 很團結的地方 覺得分爭區 好像也沒有意義 所以說 這個 有這個說法 有分過之後 有分 有分 但是 事後 都沒有 沒有這個屬性 比沒有 比沒有分就對了 就實際上沒有拆開 沒有拆開 沒有分 就是沒有分開 對 那時候應該是要說 用幫頭在分 還沒有分 有 有問題 在 幫頭 幫頭 幫頭就是 有幫頭 就是他那個 最大 最大來的 他在二生五個兒子 就是五幫 像我是第四個兒子 就是 我是四幫 我是第四個兒子 所以說 那時候有分爭就要分 有幫頭分啊 頂到家到家就要分啊 所以頂到家就是 頂到家就是北土家 喔 啊 下到家就是南土家 啊 現在這其實沒有分裂的事實 沒有分裂的事實 但是以前有這個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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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這個 程序要走 但是 沒有去 有這個小發 但是後來沒有去執行 應該有做喔 應該有這個想法都說好了 結果沒有做 喔 代表土家人的團結 對 那剛剛叔叔有說 你們現在的 這邊的漁溫都很搶手嗎 是 現在還是一樣說 這邊的人還是以漁業為主要的產業嗎 因為剛剛有一個人問說 以後漁業的從業人才凋零 沒有人接手的話 該怎麼辦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嗎 欸 其實大家這裡的溫子很瘦瘦 最搶手已經好幾波了 應該是有一次是 人家說那個 高雄的 高雄的 阿門港那邊 很多人 那時候他們有那條紙 那條他們 他有 多小的紙三 他們 阿門港那些人 就直接都來每天吃溫子 喔 我們每天台都說有阿門港 所以說 溫子 這個問題我要跟你說一下 剛才沒有 不做買賣的土地 就是剛才 在住這個地方 就是聚落這個地方 我可以強調這裡有二十八家 這裡包括有 文教用地 就是 武家國小用地 來就是 墓園蒙 就是 包括 人在住的地方 這裡都有二十八家 再來就是 有 有 應該是說 管理這個土地 還有十幾家 這裡 其他 個人還是 有個人的財產 他的溫子的土地 就是有所有錢 所有錢 他要做什麼 他做他的處理 他要怎麼做他的交易 那是個人的問題 齁 所以是 總共有二十八家 是現在大這個墳頭 還有十幾家 就是人家說 大公做的這個溫子 就是要放租的嘛 然後村的村的 這裡就是說 市有土地啊 那是市有 你怎麼買的 你怎麼處理 個人處理的方式 是你個人的 還是有個人的財產 不是說 不是說 沒有個人的財產 就是說 你住的地方 你要去住 你住在這裡 你不買土地 你也不住去買土地 你就是要 做人買嘛 做人就是 做的土地 就是要讓你住 你怎麼還要做人買 很簡單就是這樣 那在那個 我們那個 獨家聚落資源特別 他講說 獨家人就是 一出生 到你教育 到死亡 其實都是 那個宗族 都是在幫忙去 呃 帶領嗎 這樣子 應該 我講的 可能是說 你出生 到死亡 你不用 你沒有 因為我們出生 就是要出一個大的地方 到死亡 也是要有大的地方 所以說 都有這個 傳統 他已經都有做這個 一開始的這個大 都規劃 都規劃 好了 然後就連中間 長大過程的這個 教育用地 獨家國小也是 就是 那個 就是獨家人去 就是捐出來去見的 這樣 對 真的是很特別 那剛才 一直在提到說 那個 叔叔一直在介紹說 欸 你去到 就是大陸的 新安村去認識說 欸獨家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所以 也是因為 新安村的這樣子 這些 他們以前在中國 就已經很 很凝聚的這樣子 一個形式 才會造就說 欸現在邱家人在 獨家這個地方 不同於其他的 台灣其他地區 就是有這樣子 這麼聚集的一個方式 欸 我過那邊 我會很強調 就是說 雖然 我有問 老一輩的人說 我們的大座到 到 到 之後 覺得 到 這個問題 我有問 我有問過 啊 不過 齁 他們都說沒有 他們都說沒有 啊 不過 我提出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我們大座到這裡 他的 他的夢 叫做超夢 齁 超夢 我才不說啦 是我過那邊 有這種 因為我在大座的夢 沒有夢白 要不限定 他喜歡什麼方向 都不知道他是 做什麼 做的地方 他是什麼方向 他都不知道 但是 他們那邊的說話 就是說 他們那邊 這個 這個 這個縱環 齁 有很多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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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 藏法在台灣 是比較特別的 對 比較特色的 他沒有夢白 他還不知道 他沒有特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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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超夢 他叫做超夢 他說 他說 在新安村 他們以前 就是有一個 的理事 要做這種夢的做法 這種做法 所以說 如果 我想說 如果沒有行 我們大座 過往了 他怎麼會做這個東西 如果這樣 他就知道 有這個做法 他有交代 第一點 這牌子的 我們的想法 就是有交代 就是這樣做 但是 如果這樣 我很確定 他說 他一定 就是在那裡 如果確定在那裡 我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過的時候 我也不敢 說 他一定是在那裡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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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的 济世 我們的王爺 就是有一個叫做賈富元帥 賈富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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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這裡是穿大師爺 大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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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的是 這個大師爺 是在他買來的時候 我們搶回來 把握回來 我如果我跟那裡 一開始 那種褲子 要被他 我可能跟他 大師爺有搶過的朋友 那不然我們搶過 我怕說 如果他搶過 人家是他們的 的時候 他們還沒生下來 還好 他們不是怎麼說 離手搶過 他們就說 那些王爺 但是 他搶過 他們就有人就說 喔 這個人就是 他是,他贏過了 就有暫時說 他們進來一過就有看到,這就是我們以前到一身的 假富三萬歲嘛 假富三千歲 三元帥 三千帥 他是假富三千歲 他那邊就說,這個第三的,他們很受重 他們一過,他們看到這身就說這是第三的 第三的,很受重 這樣 他們 他們 其實齁,他們正順共這間廟 是啊 他們是去給風衛兵卡住了,還要去的 一定去的,這是馬來西亞的人拿錢回去 馬來西亞的人,天道比 就是 就是我們說的聖地 在他們那邊來齁 馬來西亞的人也是 也是,馬來西亞賓城也是由新安村來過 齁 他們還比較 對 相信力 相信力還要強 他們不是都拿錢回去 對這個 對這個 那個根啊 都有這個 動力去追 所以說,從中國新安村開支散業出去 不管是到了台灣獨家 或是到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都有 但是這個 秋信就是 一直按照著以前的這樣子 那個精神 你還去 你還去馬來西亞賓城 他們那裡的土地的作法 也有類似 他們做他們公仔 過在冰城那裡開支 過到冰城的時候 他們貼品開支就賺很多錢 他做他們跟他的兒子 最多的兒子 先說 這些生活都沒有人在那裡 國安樂園 國安樂園就是 在新安村 就沒有人在那裡 國安樂園 就沒有人躲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裡國安樂園 他的意思是說 阿不然這樣 你就比較小孩 你就在這裡沒有做什麼 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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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財產 我只會分錢分給你 馬來西亞的財產 會分錢分給他 他回去之後 算發生國共之戰 所以他還不能去馬來西亞 他還不能回來 這樣 不過 他們都會固定 他們老爸都會分錢 回到哪裡 他們就在這裡 帶我小孩 他就在中國大陸 新安村帶我小孩 他們爸爸 叫做苦優禮 這個 我記得 有些人都叫優禮賣 那時候 我聽人家說 他以前是穿大麻鍋 那六條都很大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們的錢幣 叫做靈銀 靈銀 靈銀 他說 他說 優禮賣 如果去 去買東西 如果在盤路 小孩叫自己 說優禮賣 為什麼 他很榮幸 那些東西 全部都好 他擠就出來了 他買東西 他買東西 他很公開 這樣 再來就是說 他有一次說 他做小孩 靈銀 在雞仔路走的時候 他爸爸說 擲桌 擲桌的時候 他六條的靈銀 都要叫走出來 對不對 那個 他有利賣 還要叫雞仔路 要叫靈銀 結果他做小孩 說什麼 你知道嗎 應該是說 叫爸爸 我不知道就是叫什麼 他說 他說 他的意思說 跟他們老闆說 我們不需要再按下去 靈銀 擲桌就擲桌 不要再起來 你看這麼好 所以就是 邱家人 不管在哪裡 都還算 發展得很好 發展得很好 尤其那個 他說 我說 這樣就很好 他說 還有真的要再三分而已 他說 檳城 有一條雞 那條雞都分給他 哇 檳城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有一條雞 是那條雞都分給他 那你知道說 就是 邱家人的這個 就是凝聚力 也造就他們在 就是發展上面 非常的好 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他們 他們過的生死 他們最主張的 馬來西亞 冰城 他們有一個 中心 他們的 中心 中心 就是 龍山棠 龍山棠 我們就是 福西大西亞的 大西亞的 地方 他們是怎樣 他們去那裡 打招牌的時候 那就是 武將 大西亞 帶他們 打招牌 招牌 這樣比較好 好 那 剛才 那個 就是 所跟我們介紹了很多 就是 獨家為什麼 不同於台灣 那麼地 不同於台灣的 許多的聚落一樣 雖然大家都是 來開墾 但是為什麼獨家 這麼特別 就是這種 單性聚落 是因為中國 新安村那邊 他們所傳承下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風俗習慣 文化 藝術 那邊 那些的 好 那我們 就是 台江客廳到現在 到這邊 我們來插播一個 我們每次最近 台江客廳都會有的 一個小小的 小活動 就是我們今天的 留言的抽獎的題目 第一個問題呢 留兩個問 就是 留言中回答這兩個 問題 我們就可以 或 就可以抽獎我們的 小獎品 那第一個提問是 請問 獨家全村姓什麼 不要告訴我 聽到現在還不知道 獨家姓什麼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聚落的土地 是屬於誰的 剛才我們提示過很多遍 這個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獨家的聚落 還有他的祖墳 跟他們的學校 這個都是屬於 屬於某一個單位的 這樣 好 那等一下呢 就要待會邀請 各位 邀請大家 邀請大家 就是在上面 留下我們的回答 然後呢 我們會抽出三位 這是我們古分魚箱的 手染漱口袋 好 那歡迎大家留言 然後我們最後會抽出來 OK 好 那中間插播了這個 留言之後呢 我們就想要再回歸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 因為今天 介紹了很多 就是 邱家的一個歷史 那不過 我們在查有關 就是邱族的歷史的時候 就發現 邱氏的這個 來源啊 因為 叔叔有說 你去到中國西安村去探究 有追本溯源嘛 但是我們發現 以前的學者 有些有不同的看法 那尤其在網路上 就是會講到說 以前那個 吳新榮先生 他有寫一個 那個 蕭龍射角二的這個 有點像傳說故事 那不過裡面 就提到了一個部分 是說 欸 他認為那時候的 平埔族逃出來 然後最後來到賭家 然後才 就是慢慢的發展起來 那我覺得 我知道說 賭家人 其實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比較不認同 那我想要請 曉得幫我們解釋一下說 欸 賭家人跟平埔族的差別 或是說 欸為什麼覺得賭家人 不是平埔族這樣 欸 這一點齁 我有 如果我去那裡查過 我也有聽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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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淵志公 我去問過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因為淵志公 秋水妍 先生在我們賭家算是 還蠻有名望的 我們大家都 比較尊重的長輩 我補充一下 他對這個文書 文書 這個東西 他有 都有 自己 如果有記載 我去問過 他說 他說 他以前有一個外孫 就是 蘇販治縣長 蘇販治縣 一般來跟他說 台南管治 台南縣制 裡面有一堂 有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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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糟惡事件 但是他在這裡面 也是算 鄉野傳奇 裡面的一項 不是說真的 寫起來 就是正史 但是 雖然是 鄉野傳奇 跟鄭史 當然我們也要跟他說 說清楚 讓大家了解 不要說 誤會這樣 因為是說 這個 有限制 這個 鑿惡事件 這個 這個 鑰惡事件 以前就是廟宇 家裡的廟宇 金東天廟宇 金東天廟宇 之後 因為他就是 有某種原因 就是 新聞 新聞的新娘 和主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 但是 有 就是 有人要跟他說 就是 有年輕人 就說 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方式不行 就是說 要 要把 長老 要把那個 除掉 除掉 當然 這裡已經有做路 翁山 以後他們 一直往西跑 那些主人 就是往西跑 但是 他 他說的 他說的 也不是說 說到 走來到獨家 這個所在 也不是說走來到 大家的所在 他也還有一個 留有伏筆 說 去走去走路 就是 高雄 那是高雄縣的 齊路 齊路 家庭的那個 走路 他說走路 那也是一個 走路區 走路也是 有小屋的 小屋的說 去那後來去走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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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 走去走路 如果這樣 他就再找人 一次就找人 對 其實走路的小屋 也是 新安村來的 走路的小屋 也是新安村來的 走路的小屋 也是新安村來的 他住的地方 已經有百姓 他就沒辦法 像在剛才發展 說 這麼完整 這麼完整 他也是這樣 就是說 去到那裡的地方 已經有住人 走路的地方 也是都在討好 也是在討好 他也是說 他有帶到大小屋去到那裡 他也是有帶到大小屋去到那裡 所以說 他說他走路 他有回去新安村 他很早 比我們剛才 比我剛才走過 比我剛才走過 去那裡 已經在大小屋 他已經在大小屋 他去重建的 正順宮的新郎 他就三邊去了 他就有人過了 走路就是這樣 以前我們也是有跟走路在小屋 他小屋是這樣的 但是喔 這補充一下 你如果說這個 吳新榮這件事 他下來 在台南縣制裡面 他也是算鄉月傳奇的機動 一行而已 是 也不是說是證實 也不是說 確定是發生的事 原則上他也是聽人說的 原則上也是 他聽人說的 他就不可以說確定 就是剛才 反而害大家看到的那個 台南縣制的時候 有點誤會 對對對 應該是 你要去看 台南縣制裡面 就有說 這是鄉月傳奇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因為當時 吳新郎和家雄 台南有一些 某個知名的 某個知名的 石教授 對對對 因為他一些 在田野調査的時候 其實你也知道 有些 其實很多 很多有問題的地方 包括證據等等 然後家雄 他還引用這個 吳新郎的部分 導師說 我們產生這麼後續 這麼部分的問題出來 那石教授 我想我聽說 我們這說 跟岩石說 我們去找他 他說是陳大的教授 陳大的例子是 他說他有去找他 找他 他說他說 石教授說 他當時有 來到我們曾林 來到這個文庵天佳 他說 他說 他看著說 拜酒鴿子 說我們拜酒鴿子 說我們拜酒鴿子 貧婦族的西巡 貧婦族的西巡的拜酒鴿子 阿里祖 我說 我怎麼有拜酒鴿子 我們才有拜酒鴿子 有這麼多拍 都沒有看過拜酒鴿子 結果他追究起來 他說他來的時候 剛好我們 我們土鴿子 有放那種類似酒鴿子 他看著就說 你這拜酒鴿子 他說 土鴿子都有放那種 他就這樣 他來的時候 可能人都下心 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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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放在那裡 是怎麼我們不知道 那插那個生化 那個花瓶 那是在太生化 那去放在那裡 都會看著 但是 我們 我們是說 很友善的來跟石教授 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說 我們 我們 challenges 很完整的 族僕 很完整的 我們是在台中年 我們都有器材這些東西 要提醒他 他說 他說 提出有些很有利的證據 什麼東西 這個石教授說,講書案,他避免,他說你就是煩惱啦,我才不要跟你講 不過透過叔叔分享的這個故事就可以知道說,就是闊學有些學者對於邱家的來源會有一些誤解 不過透過叔叔跟著其他的親戚去中國那邊新安去追本溯源 然後甚至這個獨家文物館是有成立一個全程文史工作室 然後在調查邱家的一個歷史,然後很完整的族譜 然後向大家證明說,我們實際上的追本溯源是從哪裡來的這樣子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一個小時之內,讓大家認識這麼特別的這個單性聚落的這樣的一個歷史故事 那我不曉得,因為今天很多都是第八世的這個叔叔在分享嘛 那跳輝這樣子聽到,就是你身為第九世啊,聽到這個分享這樣子的邱家的歷史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其實,因為我覺得今天一個小時我覺得是遠遠不足,我覺得至少要兩天 因為我們桌子收集資料,可能這個至少只不過兩天才講得完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我覺得很多,讓我覺得很難想像,其實是真正是在五官桌子,回去我們的新華,廈門 新安村那邊找到的資料,我覺得才是真正最精采的地方 我覺得今天可能因為時間有限,我就沒辦法分享到那麼多去 那真的很謝謝今天大家在線上參與我們台江客廳,然後一起讓大家來認識這麼棒的一個賭家的單性聚落的一個歷史故事 那我們謝謝川叔叔,然後謝謝創輝 謝謝謝謝 好,那最後呢,再跟大家就是提醒一下,我們記得在留言處幫我們回答兩個問題 就是賭家全村姓什麼,然後跟賭家聚落的土地是屬於誰的 那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會後就會再抽出三個幸運的獎者,得獎者 然後我們就會有就是手軟的束口袋 好,那今天就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台江客廳到這邊 OK,好,大家拜拜